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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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得很顺利 到上世纪60年代初 遭遇三年自然灾害 叔叔林维云带着一家人到了黑龙江 在机西煤矿干活 在最困难的时候 小林丽曾经逃过饭 那是时代的悲剧 叔叔一家对她很好 1969年21岁的林丽下乡当了知识青年 两年后会成当了代课老师 林青霞父母一家五口 在美国不顾世俗眼光 依然嫁给了爱情惊人介绍 林丽认识了机西级的大学生钱申勇 她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 分配到河南省许昌氏曲剧团 林丽对多才多艺的钱申勇一见倾心 钱申勇也很喜欢这个秀丽大方的姑娘 两人同性联系 钱申勇在曲剧团当编导 写了一个戏曲剧本 被扣上资产阶级文艺分子帽子 成了阶级敌人 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林丽远在东北 听说钱申勇犯了错误 她很痛苦 但绝不相信钱申勇是坏人 决心跟钱申勇结婚 生死与共 她坚决不同意跟钱申勇分手 说服了叔叔婶婶 支身一员 坐火车来到河南许昌 跟钱申勇领了结婚证 两人在一个简陋的茅草屋里 举行了寒酸的结婚仪式 林丽在黑龙江有工作 不得不回到黑龙江 过其两地分居的生活 两人历经艰辛 保偿了相思之苦 经验的是 组织上对钱申勇的问题 重新审查 恢复了她的名誉 安排她到许昌内燃机场 做管理人员 随后林丽也跨省 调到了许昌内燃机场 幼儿园夫妻团聚 林丽生了三个儿子 一家人温馨幸福 林心侠和父母一家五口 没抚养她 女儿能怨我们吗 下面说说林夫林母的情况 刚到台湾 林伟良还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医 退役后 林伟良发挥专业特长 开过门诊部 办过服装厂 经营过饭店 虽然没有发财 但也成功转型 解决了一家子的生活问题 马兰因陆续生了儿子林神僧 女儿林青霞 林丽霞 儿子林神僧长大后 经上小女儿林丽霞 嫁到了美国定居 二女儿就是台湾著名隐姓林青霞 大姐林丽其实也就比林青霞大六岁 小时候林青霞并不知道 自己有个大姐在大陆 长大后父母才告诉她 1972年18岁的林青霞 出演窗外一炮而红 开始了灿烂的人生 那时她的大姐 正在跟姐夫遭受人生的痛苦 林青霞和姐姐林丽 林伟良和马兰因 一直惦记着在大陆的大女儿 1982年秋 林青霞到山东拍电影 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她到处打听叔叔一家的消息 没有联系上 后来林青霞为了却父母的心愿 想方设法团 在山东东北等地 四处打听大姐的父母 为父母想尽一切办法寻找 林青霞的小妹妹 丽霞也很牵挂 希望能找到大姐 终于1983年的一天 他们联系上了 在黑龙江的林维云 知道了女儿的消息 这时林丽已经36岁了 在基西的叔叔 给林丽写了一封信 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的爸爸妈妈 在台湾 现在联系上了 1984年 林维良有了弟弟的 确切联系地址 给弟弟写了封信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从小就把女儿扔了 她能认我们吗 林青霞和父母凭直觉 就认出了父母 倾诉相思之苦 三年后 也就是1987年 台湾开放探亲 在上海虹桥机场 林丽平直觉 一眼就认出了 年迈的爸爸妈妈 大胆喊 爸爸妈妈 果然没错 一家人抱头痛哭 倾诉相思之苦 父母带来冰箱 彩电等家用电器 给女儿 林青霞送给姐姐一台照相机 那时候这可是奢侈品 这个相机 林丽夫妇用了十多年 林丽陪着父母 到北京青岛等地游览 度过了幸福的时光 其实林青霞也想同去看姐姐 但她在台湾很红 一举一动 都被记者盯着 没去城 临别时 母亲马兰因对林丽说 要回大陆 安度晚年 天天跟女儿在一起 可惜后来没能如愿 此后 林丽跟妹妹林青霞 不断通信 林青霞经常在信上 附上照片 签上名字 林丽感觉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妹妹 好像做梦一样 林青霞和姐姐林丽姐妹 相见互送礼物 血浓于水 1990年 林青霞到内地拍电影 滚滚红尘 取景地在长春 5月17日 林青霞打电话给大姐 说很想见她 前身勇陪着林丽 从河南许昌坐火车 赶到长春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姐妹俩 见面包在一起 泪水直流 那年林丽42岁 林青霞36岁 姐妹俩在一起 后来每到内地 林青霞经常去看姐姐 或者打电话 说说家里和父母的情况 林丽特别喜欢林青霞拍的电影 第一次见妹妹呢 就感觉很轻 林青霞见到她 也手拉手 叫姐姐不停 完全不像大明星 林丽夫妇在长春 住了一个月 不拍戏的时候 姐妹俩呢 就到处玩 林丽天天去片场 探班 煎妹妹吃得少 总是让她多吃点 林丽夫妇和林青霞 喊合影一次 林青霞认真端详姐姐 说姐姐性格跟小妹很像 说话神态像爸爸 又说 你这像我吧 你那像我妈 从小不在一起 怎么能像呢 一会儿林青霞 一下子明白了 有血缘 怎么能不像呢 林丽精心挑选了礼物 送给妹妹 唐三彩小马 颜色鲜艳 做工精致 林青霞和秦祥林 之所以送马 是因为林青霞属马 姐妹俩在马年相见 林青霞很喜欢小马 她没有准备礼物 就把身上穿的毛衣 送给姐姐 还给了姐姐点钱 让姐姐自己买东西 林丽很关心妹妹 通信时 经常提醒她要选好剧本 港台观念太开放 就怕妹妹上了坏人的党 林丽结婚很早 希望妹妹早点成家 在剧组林丽见到了秦翰 感觉秦翰温文尔雅 对她很欣赏 在长春时 林丽还带了河南特产的烟 给秦翰 后来看妹妹年龄大了 林丽很关心她的婚事 林青霞没有正面回答 林青霞和秦翰 下岗退休金一月不到一千 三个儿子都是大学生 90年代 赶上下岗潮 夫妻两美人一个月 领450元退休金 租住在5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每月拿20块钱房租 日子过得很普通 虽然有个很有名气的妹妹 林丽从来没有跟妹妹提过要求 更没有要过钱 林丽说 妹妹是妹妹 自己是自己 个人管个人 所以她从不跟妹妹要钱要东西 林青霞倒是经常主动问姐姐缺什么 林丽跟林青霞 每个月都通一次电话 逢年过节 林青霞总是打电话来问候姐姐一家 2012年54岁的林丽 接受记者采访林青霞 同父母哥哥妹妹移居美国 打算带着林丽一家也去美国 但签证没有批下来 后来就耽搁下来了 林丽并不追求很富足的物质生活 她说 国外消费太高 我坐车还投晕 还是在自己家里自在些 林青霞和父亲后来 林维良和马兰英 叔叔林维云都相继叙事 林丽自豪的是 她的三个儿子都很争气 都考上了大学 结婚成家 有了工作 很有出息 虽然生活平淡 但林丽夫妇喜欢甜淡的日子 他们夫妇在许昌晚年过得很开心 通讯方便 一家人经常联系 亲情浓浓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